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下贝叶斯因子这个概念 贝叶斯定理这个公式并不难了解 但是要知道这个定理中所有符号代表的意思 还是让人相当头痛的 所以我想介绍一个简单而且直觉的概念 能够帮助你使用贝叶斯定理 那么我们还是以疾病检测为例子 这也是贝叶斯定理在使用最多的一个领域 先介绍两个名词 阳性以及阴性是你做疾病检测时候的结果 阳性英文是positive,阴性是negative 通常positive是有正面的意思 而negative是负面的意思 但是在疾病检测的时候 你希望你得到的结果是negative 阴性的 在2010年10月时特兰普被确诊了新冠肺炎 那时候我开玩笑跟我们学生讲 特兰普在新冠肺炎的处理上 只有一件真正有正面意义的实体 那就是他确诊了 因为这个正面意义与确诊都是positive 我们先介绍一个例子 这是德国一个心理学家 很有名的心理学家 Figurant他办的一系列的统计研讨会 这研讨会有一千多名复课医生参加 在研讨会中他每次开始会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一名50岁女性没有症状 在她的常规乳房X关检查筛选呈阳性 因此她感到非常惊慌 她想知道是否 她代表了确诊 或者说如果不是确诊 那她的几率是多少 犯乳腺癌的几率是多少 假使你除了筛选结果 你对这个女人一无所知 那么你认为她患疾病的几率是 以下四个理念最接近哪一个答案 为了帮助这些妇科医生判断 Gigerent教授给了一些背景的统计数据 包括这个年龄层患病率大约是1% 灵敏度90% 也就是真阳性率 也就是有这个疾病 而且被判断为阳性的几率 特异度又称为真阴性率 也就是你没有这个疾病 而被判断为阴性的这个机会 是91% 所以根据这两个数据看起来 是非常准确的一个检测方法 所以绝大多数的医生 选择的是A 9分之10 但实际上正确答案应该是C 1分之1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跟我们直觉的判断那么不一样 我们解释一下 把这些数字列在左边 真阳性率对应的是 假阴性率 也就是说如果有这个疾病 但是却被检测为阴性 所以是一个假阴性 是10% 真阳性加假阴性 总和是100% 同样真阴性率 对应的是假阳性率 也就是没有这个疾病 但是被误诊为有这个疾病 是属于假阳性 这两个加起来也是100% 那比较重要的是 真阳性率跟假阳性率 这两个数字 假设有1000个人接受筛检 根据患病率 1% 我们可以得到有10个患者 跟990个 没有患这个疾病的人 再根据真阳性率 90% 10个人里面有9个 会被检测为阳性 另外有1个会被检测为阴性 这是假阴性 根据假阳性率是9% 也就是990人里面 89个人是假阳性 另外剩下的901个是真阳性 如果一个人检测是阳性 那他可能是这9个真阳性的其中一个 也可能是这89个假阳性中的一个 所以他的概率是9除以9加89 大约是9.2% 因此十分之一是最接近的答案 要直觉地了解被耶稣定理 我们需要把患病的概率 改为疾病的发生比 也就是有疾病的人数与非疾病的人数比 概率是在0到1中间的一个数字 而发生比是可以从0到5先打 例如如果有0.1的患病率 也就是10%的患病率 每10个人患病 有90个没有患病 所以发生比是1比9 0.2的概率对应的就是1比4 因为有20%的几率患病 是20比80 1比4 然后到了0.5的概率 就是1比1 有一半人患病 一半人没有患病 概率0.75代表75比25 也就是3比1 发生比与概率P的关系是这样的 我们再试一些其他的例子 1%代表1比99 40%是40比60 也就是2比3 60%就是3比2 99%代表99比1 用发生比去了解患病史定理 就会简单很多 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例子 从发生比来说 就是10比990 是在检测之前疾病的发生比 等到疾病检测阳性之后 就变成了9比89 就是真阳性跟假阳性的比值 所以我们把这个保留 然后我们看一看 它中间其实有个简单的关系 也就是我要讲的诀窍 我们先把一些重要的数据列出来 患病率1% 真阳性跟假阳性率 根据前面我们列下来 请注意 从10个患者得到9个真阳性 这是由于真阳性率90% 而假阳性9% 使得990个患者得到89的假阳性 原发生比是1% 也就是1比99 检测为阳性之后的发生比 变成了9比89 而这个9是从真阳性率乘以10得到的 89是从假阳性率乘以990得到的 我们把假阳性率挪到前面 也就是真阳性率除以假阳性率 该乘以10比上990 该将前面乘积挪到瓜湖外面 这个部分就是被叶式因子 就是真阳性率除以假阳性率 检测为阳性后的疾病发生比 就是被叶式因子乘以原来的发生比 我们再拿一个例子来练习一下 这是从前在贝叶式定理那个视频中讨论的例子 一个非常罕见的疾病 只有千分之一的患病率 一个非常灵敏的一个检测手段 敏感度99% 特异度98% 第一步要把患病率改为发生比 是1比999 第二步是计算被叶式因子 真阳性率就是敏感度 所以是99% 假阳性率是特异度的互补 也就是2% 所以这个得到结果是49.5% 现在一个人检测为阳性 那么它的疾病发生比 就变成了 原发生比 乘以49.5 是变成49.5 比上999 转换为概率 大约是4.721%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可以用心算 粗略的估计 49.5比上999 大约是50比上1000 等于1比20 转换成概率就变成了21分之一 大约是4.7%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 虽然发生比增加了大约50倍 并不能代表确诊 因为原来的患病率是非常低的 最好是能做第二次的检测 如果仍然是阳性 而发生比又会再乘 乘以49.5倍 大约从1比20提升到50比20 也就是5比2 转换成概率就是 5分之五 大约是71% 严格一点是这样的 P11.04% 如果再做第三次检测 仍然是阳性 发生比又会增加了49.5倍 变成49.5的三次方比上999 转换成概率是99.18% 也就是基本上可以确诊了 希望各位能够熟练这套比较直觉的逻辑 不管是作为一个医生 跟你的病人解释他检测的结果 或者是从患者的角度 了解自己患病的几率 我想都是有帮助的 好了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